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下午呢,緊接著登場的是Golf的七代 那這一台Golf七代呢,跟我們公司裡面的試乘車 這一台是算是16年款的吧,這一款算是16年款的GTI 那都是一樣七代或者是7.5代齁 那差異是在後面的懸吊呢,其實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GTI或者是Golf R呢,它的後面的懸吊系統算是一個多連桿的系統 那1.2還有1.0的話,它的後懸吊呢,算是一個扭力量的系統 所以後面的懸吊系統呢,是兩個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像是如果是1.2跟1.0呢,他們前面的仰角就是一個細的 這是大概49.5到50mm左右 那如果是Golf GTI或者是Golf R呢,它的前面的仰角呢 就是54.5,就大一點點 所以兩者呢,前面的話,這裡局部的零件大小是不同的 那上座的這些零件是一樣的 可是後面的話呢,差異就更大了 後面的話,不論是下座的位置不同 還有它的彈簧的磅數啊,公斤數之類的也都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後面已經裝好了 這一台是15年款,然後是1.2渦輪引擎 那它的變護箱,這個如果有Golf的車友 可能比我們更了解這些變護箱的細節 像是這一台1.2、1.0或者是1.4呢,它配置的是7速乾式的DQ200 那GTI的話,才是配置的是6速濕式的DQ250變速箱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上座部分是藏在這個飾板的內側 上座的阻尼調整呢,在這裡 上座的下方,我們就做了一個專用的 可以調整軟硬的一個阻尼旋扭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防塵套也是做專用的規格 它有密合度就剛好可以砍住它原廠的那個原來的一個筒心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饅頭吧 饅頭是藏在裡面的 白色的饅頭,有一個緩衝的饅頭藏在裡面 它原廠的行程還有原廠的饅頭呢都特別長 但改裝之後就不需要用到那麼長 後面的話我們用的是大概210mm 是4公斤的彈簧,就只有做4公斤而已 所以它後面並不是一個多連桿的選調系統 後面的話1.2、1.0的話 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簡易型的流力量懸吊系統 那像這樣的系統呢 常常在影片當中,常常看直播的車友就能夠了解到 像這樣的懸吊系統要留意的是 後面彈簧是不能預壓縮過多的 後面的車高調整是在彈簧的上方 這個Hiroki它是在決定後面的車高 那後面的彈簧預載主要是筒聲的長短 如果我們把筒聲調的過長的話 它的彈簧跟Hiroki整個是會鬆脫的 但是如果筒聲調的太短呢 它的彈簧就會預載過多 那就會不好做啦 然後會有異音,筒聲的壽命也會縮短 這個是後面像這樣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結構 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這個是Golf七代 Golf八代的話好像也快要上市了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前面還在安裝當中 那如果板上也有Golf的車油呢 有需要把鏡頭帶到想要看的地方再請告訴我們 Golf七代的話記得它的全系列已經全部都改成是電子式的手煞車了 這個世代要換來臨片就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是後面,後面的話是配置了4公斤的彈簧 那前面的話我們配置的是7公斤的彈簧 它的行程是走的比較短 那這個車油的話也有改了大燈 這個還是天使眼的魚眼 因為1.2的話它原廠是魯素燈 然後如果改成魚眼的話呢 可以改成HID或者是LET的光源 亮度的話就會好很多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 現在飾板還蓋著,車台在上面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它下面的部分好了 下面其實Golf系列的話它的懸吊系統還蠻簡單的 一些油管架、ABS感應線呢 都不是固定在避震器的位置過步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話很簡單 就是一個獨立式的麥華傘懸吊系統 那前面的話是配置了163公斤的彈簧 所以整體上它前面的彈簧並不是配直捲的啦 所以它整體上前面的乘坐感覺算是還蠻舒適的 可是如果GTI的話 我們配置的長度是180長是8公斤的彈簧 那至於用料的話 像裡面的阻尼油我們所使用的是 一整桶從意大利進口的IP的阻尼油 油封的話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那上座的話使用的是也是日本的材料齁 是日本KOYO的軸扇 今天預計降下來的車高大概是2指幅左右 原廠的話大概3指幅多吧 3指幅半3.5指幅左右 所以今天並沒有要降很低啦 大概是2指幅左右 好我爬到上面 好這個是1.2升渦輪引擎 那它的上座是在這個室蓋的下方 所以如果要調整阻尼的話 需要把這個防水蓋 這個防塵蓋把它掀開 從這個地方側面就能夠調整到阻尼的齁 從這裡可以看到一個音樂可以看到KT的LOGO 從這個地方 所以需要把引擎室打開之後 把這個往上掀才能夠調整到阻尼 那這裡有一個扣具 好這個扣具的話等一下都要扣回去 這個它跟喜美8代9代一樣 它前擋玻璃在這裡 所以上座的話其實還蠻容易會有進水器的狀況 所以等一下安裝完畢之後 我們一般都會把它在旋鈕上面 做一些防水的工作 防止它防生鏽 使用那個扣蓋要做一下 噴一點那個 防油 有噴的齁 這是1.2 剛剛提到過的齁 如果1.2 1.0 它的羊角呢 是比較小的,如果是GTI啦,或者是Golf R的話 它的前面的羊角就比較大,然後是粗的 如果是1.4的款,那它的就比較複雜一點 如果是1.4升,有的是R-Line 它的前面的話,羊角是小的 後面的話呢,就是多連桿喔 所以,像是R-Line的1.4升的話 就要特別再注意一下它的規格 1.0,1.2升,這個是沒有分的 GTI還有Golf R,這個都不用分 但是如果是1.4升的話,就要再特別留意一下 後面的懸吊是哪一種 車主的話,車友,這個Golf 7代的還蠻多車友有來試乘的 因為這個就是公司的試乘車 這是7代的,都是7代的車友 所以,如果有需要試乘呢 很歡迎來我們工廠裡面 台中的工廠,有Golf 7的試乘車可以提供給Golf的車友來試乘 覺得有滿意,再考慮就好了 我們都已經安裝完畢了 現在要準備上台了 這台車的,像後面的拆裝 會比多連桿的來得輕鬆許多 因為後面的話就簡單三顆螺絲 這個是18mm的,然後這個上座的話還有兩顆螺絲 所以它後面的拆裝會比多連桿的還要快速很多 有時候安裝一套的話,搞不好比日系車還要來得快 因為這台車的車友也很捧場啦 所以師傅拆裝的頻率很高 所以就還動作都還蠻快的 OK,以上是今天Golf 7代 1.2升的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的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有問題,很歡迎私訊跟我們小編 那也很大家今天的收看,謝謝 掰掰 掰掰